苹果在10月18号发布了最新款的MacBook Pro 突破性的机能受到了无数赞誉 M1 Pro和M1 Max芯片作为这最新款机器的核心 是这突破性机能的根源 不知道你有没有好奇 苹果作为一家手握大量现金的科技巨头 经历了怎样的故事最终推出了M1系列 这样一款具有革命性的芯片 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 我们从中又能获得什么样的启示 我小天欢迎回来 最近我观看了不少关于苹果M系列芯片的视频 今天就想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收获 M1 Pro和M1 Max看似是居于去年M1芯片的第二代产品 年纪上青 其实已经可以看作是苹果的第N代产品了 Mac的芯片起源于iPhone的芯片 回到11年前的2010年 苹果第一次推出了自行研发的芯片A4 用于了当时的iPad和iPhone4上 这也是苹果第一次试水 系统化芯片 也就是芯片内部就集成了所有需要的东西 比如说CPU GPU内存等等 系统化芯片的优点之一 就是可以根据需求来定制芯片的内容 而不是让机器来适应芯片 这就像是一盆火锅 你爱吃啥才往里加啥 你喜欢吃肉就可以往里面多加羊肉卷 如果你喜欢吃素 那就可以是一盆青菜 除了系统化芯片之外 苹果的芯片还有两个基于iPhone的特点 一个是流畅 iPhone作为触屏机 如果设备反应有延迟 那用户体验会很差 另一个是节能 iPhone和电脑相比个头小很多 就要求芯片能以较低的功耗 达到媲美电脑的性能 这三年组成了苹果芯片的DNA 延续至今 在2013年苹果推出了iPhone 5S 其配备的A7芯片 首次使用了64位处理器 这在当时是一个极有远见的决定 在一年后的2014年 三星的Galaxy Note 4 仍然在使用32位的处理器 而32位处理器和64位处理器的区别 就好像四车道和八车道的区别 车找的时候可能差别不明显 但当堵城晚高峰的时候 你就能清楚地感觉到其中的区别了 而正因为修好了这八车道 苹果的芯片团队才更加大刀阔斧地 为未来布局规划更先进的项目 2016年苹果在发布的iPhone 7上 搭配了A10芯片 这一台芯片首次引入了性能核心和效能核心 从而使机器可以在保持高性能的同时 最大程度地降低耗电量 2017年 iPhone 8和iPhone X推出的那一年 也是Face ID推出的那一年 The future of the smart phone 苹果发布了A11仿生芯片 仿生这个名号是因为苹果在芯片上集成了神经网络引擎 神经网络引擎模仿人类大脑的神经网络系统 人工智能依赖于这套系统进行运算 在以前人工智能的运算都借由CPU或者GPU来进行 但随着科技的进步 CPU的算力已经无力支撑 GPU性能虽然能实现 但功耗实在太大 因此苹果就在芯片上放置了 专门用于人工智能运算的神经网络引擎 那这么强的人工智能有什么用呢 我们外界可以喂给人工智能大量的数据 人工智能可以从这些数据中进行学习提升性能 举个例子 Face ID 我们拿到一台新的iPhone之后 输入Face ID 这时候和机器可能会有一段磨合期 机器会三番五次的无法识别你的脸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见过了早上刚起床头发乱糟糟的你 见过了在地铁上挤到脸部变形的你 也见过了在约会前梳妆打扮容光焕发的你 最后无论你换什么发型 戴不戴眼镜 iPhone都能在第一时间识别你 这就是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带来的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 iPhone看似逐步趋近于每年挤牙膏时 苹果的芯片技术却达到了业内领先的水平 同时还发挥了系统化芯片的优势 在iPhone A系列芯片的基础上 给iPad定制了更强大GPU和内存的芯片 因为iPad有更大的视网膜屏 也为iPhone Watch定制了基于A系列芯片 但功耗更低的S系列芯片 故事到这里 Mac芯片的开发似乎也就是顺水推舟的事了 既然苹果的芯片是系统化芯片 现在剩下的任务就是如何为Mac定制这一块芯片 从对苹果芯片开发VP的采访中 我们得以一窥幕后的决策过程 整个芯片行业的惯例都是先开发一个性能强劲的芯片 然后丢给产业 大家决定来怎么使用它 这就好像是有人先打造了一把雷神的锤子放在那里 看谁挥的动它 这样带来的问题就是 就算有人能挥动它发挥了锤子的威力 但是自己也很可能就被搞得精疲力尽了 这也是一些英特尔芯片的问题 强劲 但是耗电量和发热量巨大 更适合放在配备了大风扇的台式机上 而不适合笔记本 也因此分到笔记本上的 一般都是一些性能没有那么强劲的芯片 但就这样还是经常会感到巨大的发热量 而且不插电的时候还会控制芯片的性能 续航也仍然是平平 苹果则使用了相反的策略 作为一个多团队合作的开发项目 芯片团队反而成为了这项目的最后一环 在前期苹果做了大量的功课 来研究用户的Mac使用习惯 包括使用什么软件如何进行工作等等 苹果其实一直有一个合作团队 由相关领域的最顶尖的专业工作者组成 包括3D艺术家电影工作者和音频工作者 苹果团队的成员与他们交流 了解他们心目中最理想的笔记本电脑是什么样 举个例子 通过交流 苹果发现内容创作者的灵感 不仅仅是来自办公桌前 可能来自咖啡店喝咖啡的时候 可能来自公园散步的时候 可能来自户外拍摄的时候 所以苹果决定作为生产力工具的MacBook 即使在不插电的时候也不会降低性能 帮助创作者在任何地点都能进行创作 这也是为什么苹果发布会叫做Unleash 释放的原因之一 释放创作者的工作地点 就是这样通过大量的前期调研 用户的真正需求被传达到了苹果的芯片团队 这样的好处就是M系列芯片的开发过程 是一个目标极度明确的过程 We don't have to guess, we know 苹果的芯片团队知道Mac将会被用于哪些用途 而这些用途的算力又分别需要多少 从而在设计的时候 可以放心地把真正消耗算力的任务交给性能核心 而把不需要太多算力的任务交给耗电低 发热量少的效能核心 从而最大化使用芯片的能力 也最大化地降低能耗,减少发热 就这样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发生了 苹果在2020年发布了M1芯片 在前不久又发布了M1 Pro Max芯片 用户们也都先后被M1和M1 Pro Max的性能 以及续航给惊讶到 这一切当然都在苹果的意料之中 因为MacBook就是这样按照明确的计划 和清晰的路径执行的 最终交出的产品就是目标中的产品 MacBook Pro这次惊人的表现 让很多人都以为苹果是在一夜之间 获得了什么技术上的突破 但其实大部分都是行业里已经有的东西 苹果只是用深刻的市场理解和扎实的工业设计 制造出了这样一款改变行业现状的笔记本电脑 在了解完苹果M1系列芯片的故事之后 我感触良多 我们常常听说一些成功的故事 这些故事被包装成一夜成名 好像是偶然的产物 但其实大部分的台上一分钟都是台下的十年工 新的成就的达成 背后往往都是一个有目标的 结构化的执行和等待 有时候等待会短一些 但也有时候运气的敲门可能会姗姗来迟 但无论如何 只有经历了那一段或长或短的准备过程和耐心等待 才能紧紧抓住那转瞬即逝的机会 所以大部分目标的达成或者说所谓的成功 其实也是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可借鉴可重复的过程 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目标明晰 有条不紊 苹果也是在这样的不交不灶精密布局下 在失去了乔布斯的十年之后 依然发布了像M1系列芯片这样了不起的产品 Tim Cook在2020年的WWDC上宣布 苹果将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从英特尔芯片到苹果M芯片的转换 马上就是2022年了 我也无比期待 接下来苹果会做出哪些措施 发布哪些产品来完成这样的转换 我也会制作一期2022年苹果产品的展望视频 所以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就不会错过更新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对苹果M1 Pro Max芯片有什么想法吗 或者说你对全新的MacBook Pro有什么使用体验吗 都欢迎你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也请记得给我点赞和一键三连 我是小天 一个普通的消费者 商班族和科技爱好者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Our vision for the Mac has always been about embracing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and having the courage to make bold changes every time we've done this the Mac has come out stronger and more capable and I have never been more confident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Mac than I am today 我们下个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